對於普通大眾來說 他沒有那麼多的時間、精力、能力去搞翻牆 去獲取這些信息 那麼這種所謂的輿論的控制 它可以達到一個效果 就是說在重大惡性事件發生的時候 大多數的人沒有辦法同時間的發生抗議 那麼在很大程度上 他能夠控制住 把這種經濟危機、自然危機、自然災害危機 轉變為政治危機 轉變為一種政治抗議行動 影響到自己的權力基礎 在這方面 這種輿論控制還是有效的